我们刚才说的通关概念的时候 其实也有提及过1997 也有其他投资者想问 就是欺慎14号和101就是恒隆的前景 他说没有货证值得入 如果真的有一个通关的话 其实他们两间公司旗下都不少商场 都感觉上都可以受惠 有什么卖店商场? 康儿广场是责业聪 我真的不知道恒隆有什么特别大的卖 我不是说它不行 但是如果你纯粹用通关概念 那么你起码要说服自己 或者是山顶那些 那说服自己先 譬如现在说到一千个座位 下来有多少个山顶 或者实际经济效益有多大 对股价有多大作用 你起码要说服自己 所以为什么刚刚经济日报 或者给我也选1997 原因起码是海港式 你起码说Timesquare 这两个都是一个旅游核心的商场 所以会相对比较受惠 所以同样地的 我们讲稀训有的 有卖点 去到稀训广场和螺湾 都是一些地标 一个群 一个问题就是说 商户的吸引力 你未来 你想想有些人运了很久 内地有些人下来买东西 还要抢到一个座位 是 一定是相对地是一些比较富裕 可能真的下来疯狂血洗 买一些名牌 是 那些名牌在哪里 是 你想想一下 在1997 海港城的商场里面 所以为什么这种 希臣的商场也很高端 例如呢 卡地亚那些 卡地亚那些 卡地亚 入列卡地亚 如果最主要名牌 那些 你说真的特意下来买 是 真的差很远 是 分别就是这样 股价告诉你分别在哪 那当然如果去到那个案子 最后下来什么都买 是 没有价格 是 完全好像以前自由行 马照跑舞照跳 是 那希臣那些就有机会追下来 是 但是你想一下 那个直博率有多高 所以你说如果可以的 一定是2分1997 那但是问题是1997 你当然就是看到它充上来 45元你买得很不舒服 是 我绝对认同 是 40元我都会有兴趣 45元我完全不会考虑 那所以你说暂时来说 如果你是真的要买些收租的 要不就想1997 是 硬去博的了 是 定的指示位大约在42元左右 是 博它充到48至50元左右 是 那如果你是不想的 就是正下所说 你既然不一定要买售租租的 买旅游和程亚浓那些都可以 那角度就是唯有选择其他 我就未必主张买 真的硬硬追落后 因为说 硬硬追落后 其实是困难的 就是你的大前提 就是基本因素 配合到他追落后才能追到 那是不是真的做到 刚刚分析了可能性 自己想一下 机会率高不高 我就觉得不高 那就是 梁小姐刚才问 希臣和恒隆 你都觉得 你都不是很建议他 如果你硬要买 不如买回1993好处 就是你要买本地收租的一堆 如果你的角度 纯粹因为他未升上来 那些位置会不会划算 我刚刚解释了 为什么他未升上来 那你要去博 就是说 博我刚刚说的 是错的 原来很多人去欺慎广场 或者去山顶广场等等 但是看到人流很厉害的时候 那不就有机会冲发出 证明市场的人看错 但是这件事就 人气我趣 那不是一件那么容易的事 我只会这么说 嗯 就是这样的 就是怎么会晒得到 我只能去做 我只是把这些地方